坐在機艙內低頭吃泡麵 仔細一看 這是香港藝人古天樂 據傳年收入有16億台幣 被網友直擊 戴著口罩搭經濟艙 照片一出 令部首網友大讚 大明星低調樸質 不是裝出來的 古天樂近幾年 成立電影及經濟公司 擁有電影大亨豐厚 雖然年收入幾十億 卻是演藝圈內大辭善家 又擔任香港演藝協會會長 積極提醒年輕一輩 連弱勢團體有困難 也第一時間伸出援手 十年前開始 古天樂在大陸偏鄉地區 盖小學 讓更多孩童就學 至今總共建造了120階 行善不大事宣揚 默默耕耘 愛心不落人後 古天樂卻相當低調 也曾透露平時不會亂花錢 也不坐私人飛機 如今網路搭機吃泡面罩 被瘋傳 有網友解釋 其實他坐的是大陸航空公司 平價商務艙 只是座位區分不明顯 才搞錯以為是經濟艙 依舊讓許多人驚呼 大明星私生活簡單質樸 謝謝神家倫 李玉涵 台語報道